最近陆续公布美股的13F报告 其中这份报告震惊市场 来看到桥水基金 先来看到它多重要 因为它目前管理全权委托的资产规模 就有1717亿美元 报告一出如第一季 新增的个股叫亚马逊超为 这是新增的股数 加码的个股Alphabet 还有辉达苹果Meta 减码的个股可口可乐 好事多 麦当劳跟思科 很明显一目了然 减码的是消费族群的个股 加码的都跟AI有关系 同一时间 汇丰公布了最新的报告 他说市场都低估了 辉达的获利状况了 5月22号即将要公布财报了 最新汇丰把辉达的股价 从本来预估的1050 调升到了1350 如果以现在的收盘价913块钱 距离1350 代表现在汇丰看好 回答还有50%的上涨空间 我们的专家认同吗 如果认同 怎么跟着这外资的趋势走 这份我们请您上台来 怎么看待这个报告 你认同吗 好 其实基本上来讲话 我们从敲水基金 就可以很明显看到 它全部增加的是AI的持股 那希腊科技股里面 它只有特斯拉 没有在买 没有在买特斯拉 因为它电动车成长 目前当然比较多的一个竞争 对耶 七大尖牙股 它唯独就排挤了特斯拉 没错 它就只买了6家 唯独没买 它跟女武神就对坐 那当然啦 里面来讲的话 AI刚才讲到 它会应用到各个层面嘛 那当然不外乎 就其实有四大成长的应用 第一个就是AI伺服器 因为AI伺服器来讲的话 现阶段全球的四大云端的一个服务功力商 你说亚马逊 微软 Google Meta 它全部都要一直增加资本支出 那今明年是最大的支出 大概整个总额会创新高 大约会有3700亿的美金 美元来建造这些伺服器的部分 那你说 它刚才讲到嘛 早出晚出 早晚晚买是不是要买 还是要买 它这些钱就是要准备要花出去的嘛 对不对 所以呢 我觉得在这个资本支出增加的情况下 当然对于整个AI伺服器来讲的话 它还是有持续很高一个年复的成长率 好 所以第一个AI伺服器 AI伺服器还是会持续的成长 再来第二个应用就是AIPC嘛 AIPC当然啦 接下来你说 AIPC你说它真的是个AI吗 我说实话其实还好 真的还好 但是它陆续的把这些边缘应用 慢慢的用在电脑 你说它要一次的完成 不可能啦 本来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没有一个科技的东西 是一次就可以把它全部弄好 就像我们智慧型手机 当时也是那种功能慢慢慢慢进来 然后才成就现在所谓的智慧型手机 没错 其实就像做法讲 其实一开始出来智慧型手机 宏大电也是啊 对也不知道 但是它就是功能本来就是会慢慢增加 慢慢的 你看以前APP有这么多嘛 现在什么都是APP 对不对 所以这个本来功能性来讲的话 就是我认为就是本来就是慢慢的去补足 只是它有这个题材在 而且这厂商也会陆续的去推出这些东西 那当然AIPC来讲的话 这个渗透率到2028年左右 其实会达到70到80% 那这主要都是NB 不是桌电哦 这主要都是针对NB 因为以后的一个AIPC 你现在看AIPC有人在出桌机的嘛 没有了啦 现在大部分都是出在NB上面 所以好消息可能NB有换机 另外一个好消息它不会排挤到PC 其实不会完全不会 因为它接下来 那当然到2028年你看这个渗透率达到七八成 等于说你传统的笔电大概有八成都要变成AIPC 了解 这个渗透率是很高的 所以它今年到2027年208年 这个年复的成长率其实是高达94% 好第二个区块AIPC 对这个第二个AIPC的部分 那第三块就是AI手机 你看像年八科还是持续看好AI手机 你看三星Fansom的也有出啊 它可以帮你改背景啊 帮你传讯息 但是说实在话 这是AI嘛 对其实这个很多APP就可以用 对其实这也不算是真的AI 但是就像我前面讲到的 这个功能性会慢慢的上来 会慢慢的上来 那当然研调机构也是指出 2024年这个生成是 智慧的东西今年大概是1亿支 但是你到2027年大概有5亿支 所以它年复的成长率也高达83% 对这个都是属于一个高度成长产业 因此投资朋友当然要持续留意 最后来讲的话 我认为现在市场认同度最高 其实是机器人 机器人当然啊 你说就像我前面讲到 机器人现在会有吗 可能也没这么快 说实在话也没这么快 我个人是认为 可能要到明年初才会有 可能要到明年初才会有 但是你说它会不会做 它也是会做嘛 那现在机器人就分了两个 一个就是未来人型机能家用型 或者说刚刚薯房姐有讲到 写作型的一个机器人 那未来来说你说各家工厂 要不要有写作型机器人 一开始首要目标一定会有嘛 现在自动化设备可能都不够看了 以后要写作型机器人 那以后家里要有人型机器人 要有机器人管家等等 那现在这些东西都没有 那未来如果说这些 AI能够配合的 软硬体的一个状况 能够配合的上的话 你自己想以后家里每个人都要一台 就像每人一台车一样 每人一个手机一样 这个其实是商机非常大的一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来讲话 预计2023到20280年复合成长率 可能也会高达50% 你看起来可能不其他高 但是一个产业一个商品 50%的年复合成长率是很高的 很高 因为通常来说 一个产业的年复合成长率 只要15%以上 都算是高度成长的一个情况 那这些你看这些 从刚才前面看下 基本上都50%在起跳 所以这个就是商机很大 那当然这个商机在那边 获利当然就在里面 好所以我们刚刚四大领域很明显 一个是AI伺服器 一个AIPC 再来AI手机跟机器人 把接下来AI的利用整个的轮廓 越来越清楚了 没错 选股票这一次重新检视怎么调 好 基本上来讲话 当然你说你前面炒过很多AI伺服器 或者你说AIPC 的确之前股票都涨过了 然后最近来讲话 开始陆续公告财报 那我认为其实有些财报是还蛮惊艳的 例如鸿海昨天有公告了 它第一季EPS是1.59 当然有很多人会认为说 不如预期 但是我认为还好 还好 因为GP200本来就不是现在出啊 它把自动车端出来 对啊 而且我说实在话 鸿海这一波为什么会上涨 是因为GP200嘛 因为它有一个成长力在 以前鸿海为什么都不会涨 因为它没有成长力啊 但是现在有这个成长力在 它股价这样涨嘛 那大家也知道GP200本来就不是现在出货的东西啊 所以我觉得它第一季EPS1.59 不如什么两块半 市场原本预期两块半 没有的话 其实我觉得根本没关系 我们先看分时再看K 今天很多人在问 鸿海早上拉下的时候 大家就觉得海公公应该要休息了 结果拉上去 您觉得这有没有一些硬拉 然后来看K线 鸿海到了这个位阶了 空手的人 他最近在这边阵阵阵阵阵阵 是进场的安全时间吗 好 其实我觉得鸿海在这个位阶上来讲 这个刚好有这个利空拉回 反而是买点 但是我认为 越靠近越先越好 像因为这种 古本大个我个人 我个人比较不喜欢 在短期均线上面去做个操作 对 因为古本大嘛 古本大你说它要复制这一段 几率很高吗 很难 所以你要等这一段 对 跌到越线之下 我要等着你 对最好跌破也可以 再站回来 有没有 再站回来 这种我反而 我认为这个风险对我来讲是比较小的 了解 但是如果它这样子 你要期待它又出现这样的涨势 我觉得难度比较大 我觉得难度比较大 所以我认为说 这个鸿海 如果说你手上没有的 我觉得如果手上有可以去报 你就等到 万一它真的跌破越线再说 但是如果没有 如果没有 我觉得在越线附近 你去等待它 止跌 转强 再去做一个布局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操作 风险上 相对上来讲会比较 了解 所以拉回有投资的这个价值在 但是投资的机会 等一等 等它 因为现在越线还是往上的 就说它股价不跌 月线慢慢有上了 对对没错 它在越线修正以后 其实后续的一个多方力道会更强 好这是鸿海 来下一档怎么看广达 它今天我刚才改了 因为它刚才公告 最新公布的 3.13 双绿三绿三升 它的盈利率什么都增加 那它的这个获利EPS来讲 我记得计征跟年征 都是计征跟年征的一个部分 所以今天法说会的消息 是解读是正面 其实这样来讲当然是好的 你看它4月份营收 本来又年征25% 代表说这个营收 陆陆续续有回来 陆陆续有回来 那出货呢 当然也会越来越顺畅 因为以前出货不顺畅 是都缺料嘛 晶片缺嘛 那它怎么出 没有晶片它根本出不了啊 所以在陆续到位之后 我觉得广达在这阵子 也可以特别留意啦 它反而鸿海如果说 做一个整理 它反而有机会成为 AI伺服器的一个领头羊 所以你是他们会有一点 悄悄反应下的吗 我觉得会有点互换的一个部分 因为以前领头羊 本来就是广达 对反而就广达 后来被鸿海抢的风采嘛 对但是其实它的这个营收 我认为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其实是有机会去结棒的 未接呢 我看一下 坚收287 哎呀 要占钱高 对你看它挑战钱高 而且这个颈线是在这嘛 从这话起来就知道 它颈线在这 过颈线整理又突破 来下一档 好在AIPC这部分 当然昨天华硕涨停 对 华硕涨停 创高 原因是很简单 第一季它赚7.33元 然后4月份营收以年增33% 那华硕的涨停 当然它带动就是AIPC 对 所以一些比较股价说实在话 宏基人保维新 都在月线附近 是 我认为风险都不高 那我问他 这两档价位差不多啦 因为都是50块以下的 你会选谁 我个人是比较偏爱宏基 为什么你爱宏基 我个人比较偏爱宏基 因为宏基来讲 它的品牌 加上它切入一些AI应用方面 加上它一些子公司很强 一些AI的软体的一个部分 那股价也是一样 它在最近才站回月线在这边 才站回去不久而已 当然也有一点点距离 那这种股本大个我都不建议直接去追 其实股本大个我都会是建议拉回去做个布局 都不建议直接去做追加 因为股本大你要它有个比较大的多方的力道往上推 那难度比较大 所以我就会拉回去做个布局的话 宏基这个部分营收足以增加 这个股价应都还有往上挑战50亿以上的一个实力 OK这是AIPC 来下一页来看看AI手机 你看好谁呢 好 当然我觉得联发科是算很好 那如果说要看比较低价的话 其实PA功率放大器开始有机会 因为PA功率放大器来讲 以前一只手机大概一颗两颗不多 但现在都是10颗左右在做起跳 因为未来的一个功率放大器 它用到的频是比较大的 所以它用要比较多的一个功率放大器的一个部分 所以你看它营收 4月份营收全息增加82% 宏基克增加276% 那PA两档你会选谁 这两档我觉得股线比较活泼的是宏基克 对是宏基克这个部分 那当然现在股价都算满低 你看这一波都修正过了 对其实都修正很久 但是当然你也不要这时候马上去做进场 就如我说的 其实在下跌过程当中不要去接刀子 对对尽量不要去接刀子 但是它哪一天等到它带量去站回月线 那时候再去做一个合理去做一个追价的部分 对这样会比较安全 不要说它在跌的时候随便去做进场 因为跌的时候当然啦 你进场往好处想好像是越接越便宜 但是另外一方面是越赔越多 对所以我个人是比较不喜欢在下跌过程当中 去做一个布局的动作 我会等它整理过后转墙再去做一个布局 这样相对上来讲会比较安全 好先求不伤身再掌求疗效 好所以AI手机最后一个机器人呢 好机器人来讲 当然刚才前面薯芳姐有讲到属尔门跟佳能 那你看属尔门今天涨停创高 佳能也涨停创高 原因是什么都是一个AI应用 一个视觉解决方案 那佳能是他的一个AI镜头 应用到一些层面农业等等 都会开始用到 所以呢基本上来讲话 你看它的确没什么获利啊 对没赚什么钱 但是呢 它的一个整个股价还是一飞冲天 索门涨两倍 佳能涨一倍 没有赚钱 股价一飞冲天 我们看一下今天能率 能率 能率今年第一季 还是亏人也有14块钱 对没错 股价涨成这样子 股价涨成这样子 这样看起来短线上很高的对不对 但是我们把时间拉长来看 它是趴在地板上 但是它今年的营收跟获利 有机会去创高哦 大家看一下 人率你知道佳能是他子公司吗 佳能就是他子公司 那基本上他在讲话 他在现阶段 他跟一些AI的软体合作 然后又有佳能这个AI的一个镜头 就是这个部分 再加上他公司自己说了 他现在手上现金满满 他要去买AI公司 AI公司并购 你说并购成功率是谁 去年就是神盾集团 神盾集团你看 靠着并购西智材 哇大涨二涨两三倍都给他涨上去啦 一样他有赚钱吗 没赚嘛 没赚嘛 那他现在主要的意义就是要去切入一些AI的一个公司 他就是想要采用并购这个手段 去切入这AI的商机 所以我倒是认为说 短线上看起来好像涨很多 但是以长线的角度来看 其实他没什么涨 其实他没什么 光看他的家都涨翻 涨成一倍 为什么冷算母公司不行 所以呢我觉得这可以留意 了解 好谢谢建峰 请先回座了 这是AI 如果在接下来一连串的大事件 都跟AI有关系 AI从去年题材就已经风风火火了 接下来怎么样重新检视 怎么样重新找股票 操作策略 听我给你做参考了 休息一下 我们谈谈IC设计 然后联动到ETF 市面上即将有一档标榜是 完全都是IC设计持股的ETF 即将要问世了 好 到底它的特色在哪里 重点是适合什么样的投资人 休息一下 我们找玉堂来上课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 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 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你掌握全球最新讯息